YO 哈囉 歡迎回到至高收藏 我是問題的童橘子 今天 我們要來做一個 其實這個QA特輯 在我們一萬訂閱的時候 就會蠻想做的 但是其實戳到了現在 去年底我們也蒐集了蠻多問題的 但好像真的太多了 沒有辦法一一的回覆大家 沒意外的話 應該還會有第二集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 想問的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有點緊張欸 我都還沒看過這些問題 看一下 等一下 你到底準備了什麼問題給我 想問收藏這麼多公仔 家人會反對嗎 是怎麼說服的 哇 第一個問題就這麼的犀利 我想這也是大家 蠻常碰到的問題就是 你一直買 東西一直到貨 家人一定會念的 最一開始大家會講的 應該都是 欸我買這個 一定會爭執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種投資 我只是把錢變成公仔而已 之後還可以提令出來 是不是這樣 想太多 你有賣過嗎 不過最近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而且非常的好用 那就是我買這些東西 都是為了拍片需要 然後我家人就比較 不會念我了 請問還會增加其他漫威 或特色等等的開箱嗎 其實近年來自從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結束之後 漫威大概就開始在 走下坡了 連Hot Toys的玩具 價錢都非常的差 新品的部分是沒有像以前那麼多啦 但是我還是有預購 終局之戰的 戰損版的鋼鐵人 還有再版的Hot Toys 黑暗騎士蝙蝠俠 這項題我真的非常期待 所以也一定會分享給大家 橘子最喜歡的動漫角色是誰 如果是女角的話 應該是 櫻庭葵吧 有點冷門 橘子頻道有合作的廠商嗎? 最近還蠻多合作的 一般來說如果店家找我們合作的話 我首先第一個會在意的是 在價錢方面 是否值得推薦給大家 所以如果有缺件或斷件的問題 其實也不是店家要負責 是要看代理商那邊的判斷 那一般 比較阿薩利的店家 就會直接自己就先換新的給你 但 一般廠商應該都覺得我蠻難搞 因為我其實 比方說分享一些雕像作品的話 我都會堅持在影片裡面 提出一些缺點 所以說如果沒有辦法讓我講出 缺點的合作 都是通通拒絕的 那我其實最喜歡做的就是 手遊的業配 尤其是最近的Overload 與關於我轉生 變成史萊姆自長式的手遊 推出了聯動合作 登錄還送120連抽 及超級大禮包 還沒下載遊戲的朋友 趕快點擊下方的連結 跟我一起玩吧 你這業配真的太遠了吧 請問可以拍抽一番賞的影片嗎? 我覺得 一番賞這種東西 還是直接買比較划算 您是否也不希望 孩子王這麼快結局 因為合之國篇就是最後一張了 是嗎? 是最後一張嗎? 天龍人都還沒打完呢 背景到底有幾個公仔 其實我真的沒有算過 大概超過100隻吧 台灣這種氣候如何保存公仔 一般來說 我覺得除了太熱以外 基本上都還好欸 不要放在會被陽光照到的地方 跟太熱的環境就好 One Piece裡面 你最喜歡哪個角色 歐牌大都喜歡 除了大媽之外 橘子有沒有除了熱門以外推薦的動漫呢? 熱門以外推薦的動漫 這個有點難欸 你一般可以嗎? 扭曲的同居生活 每月在玩具的花費大概多少錢? 哇 這麼心酸的問題 如果是以景品跟PVC來說的話 大概會落在 7000到3萬之間 一般來說就看你這個月到貨多少玩具 通常不是不會超過3萬塊 但是以雕像來說 實在不太敢去算 多久清一次灰塵 拿下來把玩的時候就會順便清一下 想問橘子有沒有想推出一款 自己形象的公仔 大概會賣不出去吧? 會像兩斤公仔一樣的狀況 你知道兩斤公仔那一集 哈哈哈哈 你知道兩斤公仔那一集 哈哈哈哈 想看陸坑公仔的心路歷程 大概是一個心酸血淚死吧 收這麼多模型 家裡空間夠嗎? 這應該是很多玩具人的煩惱 如果大家不介意跟我一樣是住鄉下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這個煩惱了 想知道局勢怎麼分配剪片跟工作的時間 一般來說 如果沒加班的話 我大概五點就準時站在家門口了 那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 修剪圓液跟清理魚缸 真的是老人生活 哈哈哈哈 然後在做點家事吃飯洗澡 應該開始開工剪片拍片的時間都是八點 不過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最常上片的時間 就是大概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今晚想來點什麼? 欸你今晚想吃什麼? 其實有點想吃壽司啦 明天要不要吃壽司啦 想知道有沒有推薦的展示櫃訂製商家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一直在找展示櫃 但是還沒有看到滿意的 所以 廠商趕快來找我 背景牆上哪個模型是橘子最喜歡的? 模型我放棄超難選的 橘子現實生活中的工作是什麼? 我其實是化工廠的操缸啊 不過以傳產來說 應該算是薪水相對比較 好的 養老工作 一般來說我們化學系畢業都會先到科技業去輪班 然後輪了大概幾年之後就會跳回去船產來養老 這也是我們系上普遍的狀況 但我不知道其他學校的狀況是怎樣 為什麼我音的角色喜歡轟而不是爆豪 爆豪粉發文 哇靠這個 這個要怎麼回答 半冷半熱就很帥啊 公仔越來越多有沒有什麼系統的方式整理讓公仔收藏更漂亮 空間大擺起來就會很漂亮呢 橘子真的蠻多才多藝的 想知道你決定收藏的關鍵點是哪一些? 好看就買 外貌協會 外貌協會 最喜歡的動漫是哪一部? 如果是長篇的話就是海賊王吧 短篇的話就是 短篇喜歡哪一部? 黑毛很好看 不過要看漫畫 開箱最貴的公仔是什麼? 大概就是最近分享的石油廠巨人吧 不過今年還有很多很貴的 唉 想問橘子介紹的內容可以這麼詳細 這麼專業是做影片當下才做功課 還是原本就這麼了解內容了 老實說小時候因為 過了一個比較沒有玩具的悲慘童年 相對來說我就花了很多時間看 非常多的動畫 所以大部分的開箱分享 基本上都沒什麼做功課 就是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你覺得親之後來會加入哪個陣營? 他應該是臥底吧 請問橘子是不是預解控? 對 沒錯 姐姐超讚的啊 妹妹根本就是很恐怖的生物吧 對不對 你說 你說什麼? 妹妹這種生物就只有在動畫 裡面是個不錯的東西 現實世界裡面的妹妹 絕對不是長這樣 請問過去出的商品有沒有很想要 但沒入手的? 有超級多的啊 想問橘子都怎麼收納盒子了 畢竟這麼多公仔 如果是景品的話 全部都壓扁 啊如果是有PVC 砲殼的話 就全部都丟到倉庫裡面去 請問 平常有機會可以介紹一下 平常背景的收納架 是找人訂做的嗎? 這問題真的蠻多人問 我以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價值就是IKEA賣的IVAR系列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IKEA拜託趕快找我啊 想問最推薦哪款炎柱的公仔 真的出超多的 很難回答欸 我想今年年底的時候 應該就會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答案 先前有看橘子說是化工專長 本業是一些材料開發 有點好奇橘子的薪水是不是很高 不然每個月這樣開箱很傷本欸 老實說月薪的話真的不足掛詞 平常就是在等年中的那一筆 海賊王景品似乎沒有 每款都有開箱 請問開箱景品上的選擇是如何選的 這問題其實蠻好的 因為以前景品真的出的不多 所以 基本上每款都做的蠻棒的 而且現在做工真的沒有辦法 跟以前比 現在真的是做的太氾濫 然後水準普遍也都蠻差的 其實 這幾年真的不推薦大家買景品 除了一些大比例CP值高的系列 像是 Granista 或者是像一番賞Masterly系列 比較推薦之外 我已經不太想再去買 蚊子 最近我已經不太想再去買 快速生產又品質不好的商品了 目前覺得你是少數把開箱影片 做的這麼好的 請問影片剪輯也是你本人做的嗎? 在兩年前我還真的完全不會剪片 其實是做中學學中做 然後 其實到現在 影片也沒有剪得很好 老實說 在艾斯的收藏品裡 有沒有覺得哪個最經典 我覺得 C羅的十字火橘色火焰 跟SMSP的那一款艾斯真的蠻棒 想詢問如何 不要再讓女朋友買盒碗了 別做夢了 你才沒有女朋友 請問是如何保持對收藏的熱情 是否有暫停的念頭 畢竟永遠都出不完 唉 拜託廠商不要再出了 荷包會收不了 橘子買這麼多收藏品 想必荷包一定會大失血吧 在購買這些模型的時候 會覺得買到這些感覺很開心 但想到錢就會有一種失落感嗎 還是完全覺得就是很值得呢 這就是一個衝動購物的概念吧 就是在買的時候刷卡刷下去感覺 喔 會覺得心情非常痛快 然後就會伴隨著一股強烈的失落感 想問橘子還會在開箱 讓少女星噴發的酷弱弯發死嗎 欸你為什麼偷留言 我沒有留言啊 你放屁這名就你留的 什麼時候 這名就是你 上面的名就是你的名字 哪有 想問你開箱或收藏的公仔 目前覺得是神座的是哪一個 老實說一直沒有覺得任何一款公仔是神座 如果真的有出現神座的話 應該就是真正的畢業款了 買完那一隻神座 就再也不會買任何公仔 想請問橘子你脫魯了嗎 脫魯的定義是什麼 我不知道 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有女朋友啊 喔 那我國小就脫魯了 請問主播怎麼可以這麼帥 你大概是看錯頻道了 想問問會不會出超合金沒力耗呢 哈哈哈 不是出過了嗎 請問橘子最喜歡的三大女主角 後宮不能太多 還有這種著名嗎 青出於藍的櫻婷 海賊王的女帝 還有追明空 追明空算嗎 想問橘子有推薦哪家GK的工作室 近期來說我真的有最喜歡的還是Figurama 之後還有神劍闖江湖跟死神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作評到至今有沒有遇過什麼瓶頸或卡關之類的 一直都在瓶頸中 海賊王最喜歡的反派是誰 紅緣啊 紅緣算反派嗎 最喜歡的海賊王篇章是什麼 司法島吧 魯夫第一次用二檔超級帥 那時候我還在學校K書中心裡面 畫了一幅海賊王的魯夫 想問你公仔都找誰預訂的 其實在網路上誰便宜就跟誰買 但最近我們比較常跟模範先生來邊買 因為真的價錢來說 還蠻優惠的 請問後面背景的掛畫畫框要如何入手 都是IKEA買的 但我也蠻推薦去錶框店錶框 橘子到現在收藏已經花了多少錢了 還有其他的收藏嗎 例如漫威之類的 漫威多多少少是有的 但我其實也買蠻多 動物骨頭的 像是 有時候在背景上出現的那一個骨頭 就是 北極熊的頭骨 最近還蠻想把所有鱷魚的頭骨 都一網打盡的 觀看海賊王對生活有什麼改變 大概 會比較積極樂觀吧 玩具模型都怎麼收藏 除了玻璃櫃外 有什麼CP值高的方式嗎 大概沒有了 如果有的話 還麻煩跟我講一下 想請問橘子會辦見面會嗎 會有人來嗎 開始收藏玩具的初衷是什麼 或是有什麼契機 其實最一開始玩的都是組裝模型 小時候玩了很多鋼彈 以前那年代PVC其實都蠻便宜 大概1500到2000就有了 這幾年就是景品氾濫 然後PVC價格高漲的時代 又出現雕像這個後起之秀 請問如何說服家中 對於玩具公仔無法填飽肚子 無實用性的看法呢 你家人大概說的是石花 聊天系列第一集怎麼不見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承受 海山倒海的壓力 請問橘子有什麼原因 會想拍模型開箱影片 大概我腦袋燒壞了吧 想問橘子海之王當中 哪個片段你哭的最慘呢 應該是克拉松那一段吧 不知道為什麼那一段 特別的有感觸 想請問橘子你有吃檳榔嗎 真的是牙齒王一直被大家給嫌棄 因為我每天都喝兩杯咖啡 然後兩杯手咬 所以牙齒就 變得比較黃一點 我家老公每天喊著 桃之柱必須死 想問橘子也認為桃之柱必須死嗎 桃之柱必須死 橘子頻道未來有什麼新的企劃 例如新夥伴加入頻道 我還蠻缺夥伴的 想問橘子是否會特別調整 家中的濕度和溫度來保存收藏呢 除了沒有遭到太陽之外 也不會特別開冷氣 老實說 請問橘子用攝像機是什麼 現在錄影的畫面都是使用Sony的S17 那鏡頭都是使用GN鏡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加冷的發射 所以一般來說照片的話 都是使用6D或是N6來拍的 橘子有沒有印象深刻 不小心將玩具摔壞的心痛經歷呢 當然有啊 而且還超多 想問橘子如果真的有惡魔果實 你最想要得到什麼能力 透明果實的能力啊 天天看女生洗澡多讚啊 還可以去搶銀行 還沒人發現 請問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公仔的軟腳呢 這個問題真的很尷尬 因為很多單腳戰衣的公仔 那放久了 真的都會軟腳 所以像這種情況 我都會手癢拿出來擺個一兩個禮拜 然後就回合了 為什麼海賊王的女角大多是巨乳 乳不巨何以巨人性 橘子在開箱做YouTube的過程中 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大概前半年吧 連一千訂閱都做不到 真的很痛苦 那今天 我們的QA特輯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希望 今天的影片結束 大家會對我們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 我們下次見 掰掰